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台信用》里有这个作品 当然后来刚才说了 在《岳府诗集》里编在杂取歌词当中 那么这个人认为时间要推后 孔雀中断飞不管怎么样 孔雀中断飞从岳府叙事诗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非常重要的 叙事诗的很多最关键的因素 在这个里面都有充分的表现 你比如说它里面 你写一个事情 它必须要有事件的主人公或者主角 要有人物 那这里面当然就有人物了 那个娇母 最主要的就是三角 娇母 刘兰芝和娇仲卿 他们三个 那么结构 它结构非常清楚 一点点推进 它母亲不高兴 娇母不高兴 它也有场景性的描写 写得非常生动 拍着桌子垂床变大怒 他不高兴 他一开始要让他走 然后焦仲卿当然觉得是不错的 共思二三年 十二未为九 女性无偏邪 何意之不厚 如何如何 然后他就发火了 何乃太区区 此父无礼节 举动自专游 无意九怀愤 如启得自由 然后最后他还是要求 还是那个 府立常贵告 夫为其阿母 今若前此父 终老不复取 他本来说 我另外给你找一个 他说如果你把他赶走了 我以后也就不再去了 然后这个母亲 阿母得闻之 垂床变大怒 小字无所谓 何敢诸腹语 无以施恩义 惠不相重许 这些都是非常 非常场景性的也有 然后一点点怎么推进 最后这个刘兰芝要走了 包括刘兰芝最后离开之前 那个书装 刻画的也非常细致 所以这些具体的描写 然后故事结构 你可以 所以他可以看这个里面人物 人物 然后他整个结构 包括这个故事的推进 整个的推进 比如说具体的场景的描写 具体场景的描写 各个方面 确实是最重要的那些要素 这些在孔雀东南飞里 实际上都已经具备了 孔雀东南飞里已经具备了 可以讲孔雀东南飞的艺术 成就是空前的 当然这个也非常的令人惊讶 就是说它没有这么长的 你前前后后 几乎没有这样类似的作品 其他一些是有 但是它都没有这个 而且孔雀东南飞如果要讲 有一点倒是比较特别 就是说你看它很多的故事 是通过对话来推进的 通过对话来推进 对话的推进 这是特别有意思 对话的推进在莫尚商里面 其实也是这样的 那就是通过对话 那个两个人的对话 然后把这个事情展现出来 但是那个 莫尚商那个东西 其实还是比较短 就是你可以讲是一幕 一幕而已 对不对 就是那个 如果作为一个戏剧来讲的话 只是一幕而已 但是这个 整个这个故事 这个孔雀东南飞的故事 非常之长 非常之长 它是有相当长度的 非常之长度的 那么 因为它非常突兀 它这个 恐怕就是空前的 就空前的 而且没有 它几乎边上 没有和它相比辈的 这个可以比辈的作品在那 所以那个 梁启昌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就是说 他说这个东西 是受了这个 印度佛教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影响 因为佛经翻译里面 佛经这样的东西 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就是通过对话 然后来推进故事 而且那个有一个故事的长度 孔雀东南飞之外呢 孔雀东南飞之外呢 当然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莫上桑 莫上桑也是非常 这个叙事当中的一流的作品 非常的高超的技术 特别是他对于这个 一开始这个 大家惊惊乐道 就是对于罗夫的那个描写 对于罗夫的那段描写 这个 当然有正面的描写 也侧面的描写 说他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青丝为龙记 跪枝为龙钩 什么头上窝朵记 这个耳中明月珠如何如何 这个什么相依为下群 子依为上 一对描写 那下面呢 除了这个正面的描写之外 他还讲 行者见罗夫 下旦旅之虚 少年见罗夫 脱帽作烧头 跟者忘其离 除者忘其除 来归香月怒 但作官罗夫 这个都是 大家津津乐道的 实际上就用侧面的描写 侧面的描写 以别人的这个态度 来鸿托这个罗夫的美 这些质量都是可以讲就是说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场景 也可以讲这个场景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当时 实际上已经有多方面的对这个的表现 叙事师因为一定要这个比较形象 一定要形象 跟一个说理或者简单的抒情 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叙事师的这个发展 叙事师的这个发展 当然呢 我这里还要 就关于这个 因为说到莫上商 我想 我想 稍微多说几句是什么呢 因为我提到莫上商 莫上商这个作品 原来人们把它评价非常之高 其实我并不完全是这样看的 就是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莫上商的 我觉得这个孔雀东南飞 作为一个叙事师 他的一个冲突 他因为他要这个事件的发展 一个冲突 这个三角 三角的三角关系 这个当中的冲突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莫上商里面的 当然有对立 就是说这个罗夫和那个 就是和那个使军的这个冲突 和那个使军的冲突 那么这个当然是有的 但是呢 实际上也有人说 说到过这个 我是同意这件的 就是说这个罗夫的表 罗夫的表现 其实他在道德 他在伦理上 实际上是有不完满性的 因为那个人跟他说 这个说怎么样的意思说 实际上就是诗经里面 那个就是那个 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待与公子同归嘛 对吧 那个 就是说要带他走 然后他就拒绝了 他拒绝的说法是说 我的老公比你好 他就这个 他在后面讲 东方千余记 夫婿居上头 何用时夫婿 白马从立居 青丝记马尾 黄金落马头 腰中陆炉剑 可知千万余 十五福小利 二十朝代夫 三十四中郎 四十专程居 那这个前面就是那个 说他怎么怎么好 这个 应该从外在的表现 骑的马 这个配的剑 那个剑就值千万 然后讲他的履历 十五福小利 二十三大夫 三十四中郎 四十专程居 已经很那个了 然后除了 这个叫什么 外在的表现 他的履历 然后最后说 人也是很帅的 为人洁白戏 连连颇有虚 隐隐功夫不 然然府中区 坐重数千人 皆言夫须书 他就讲这个好 那么后来 人家就说 如果来的这个人 比你老公没有他强 你是不是就跟他走了 这个可能 所以有的人就说 批评这个罗夫 那我想呢 这个有道理 就是说罗夫实际上 他的这个伦理基础 是不完美的 但是呢 我想 这样子批评这个罗夫 也未必是对的 因为这个方案 为什么呢 我基本上把这些作品 看成是一种 模拟虚构性的作品 是一个虚构 一个场景 所以它实际上是 这种民间的文学的 一种基本的一种类型 一种规范 它有一种基本的类型 一种规范 这种情况实际上 是非常之多的 这个 有法国学者研究过 这个西方文学的 这个传统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这样 我记得唐吉科德里面 也就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类似的 就是说 这个一个男子 遇到一个陌生的女子 然后去调戏勾引 然后就受到这个 然后有反应 这个反应 当然有的可能会接受 有的会反抗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之普遍的 非常之普遍的 所以它这个里面 那种表现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就是说 完全由这个作者 比如莫商商这个作者 他进行创作来表现出来的 如果是这个人 他有意的进行创作 是一个单个人进行创作 他是要寻求一个 这个作品的意思的 一个完整的 他一个逻辑 或者他的一个 一个道德基础 他必须是完整的 但是这种 类型性的作品 其实他不是的 就是套 他可能那个作者 根本也不在 具体形成莫商商文本的 那个作者 他根本也不在意 这个 这个里面的逻辑 这里面是不是 是不是周洽 他可能都不在意 这个 他只是基本的一个套数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 这样子写 这样在里面写 而且这种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说 你好 我有比你更好的人 所以这个他不 可能 可能 完全去批评他 也不恰当 也不恰当 那个 罗夫这个人 基本上可以讲 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基本上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是那种 文学传统当中 套路当中 形成的一个 一个人物 这个罗夫本来就是一个 通称在孔雀东南非里面 也就有 这个孔雀东南非里面 他不是讲 东家有什么 有好女 自名为罗夫 这个什么 什么阿姆 阿姆为乳酋 所以他那个罗夫 就是美女的名称 就像他们现在说美女一样 所以这个情况很多 所以叙事诗里面 也就是我觉得 特别了解 汉代乐府 这个叙事诗里面 那些作品 我们跟后代 一个写的作品 可能不完全一样 因为后代 比如说像长恨歌 长恨歌 那个白鸡翼 在那个里面实际上也是有冲突的 也是有冲突的 就一方面 他是对他们两个人的 这个杨贵妃和唐宣宗 这个唐明皇的这个 两个人的情感 男女之情 至于很大很大的这个 渲染和或者说是 有相当的这个肯定和推崇 在这个地方 对吧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也有传统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对这个东西是要批判的 对这种东西是要批判的 那么这个批判的东西 实际上是站在 他作为一个文人 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世人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 是这样的 但那个故事 民间传说 因为他这个故事 他是他听来的民间故事 在他民间故事 听来的那个里边 那个故事说 本身所包含的那个东西 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 不胜艳羡 或者说是赞美推崇的 所以这两个之间构成冲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对白剧义说 你作为一个诗人 把民间的一个素材 包括这个民间的素材 包括这个素材 所包含着那种 那个情感的取向 或者思想的取向 和你自己的思想取向之间 你没有很好的把它融合 或者没有很好的疏通 这个我们可以批评 这个白剧义 但是这样的作品 我想这样的民间的作品 恐怕我们很难去 这样去批评它 因为它本来就是 这个民间的一个 基本的套路 这个套路所本身所包含的 那种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 那种倾向 它不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反省 或者是非常自觉的 梳理以后的一个结果 很多这样这种典型的 这种情境 或者典型的环境 在这种民间性的作品当中 是非常多的 你比如说这个 我想举一个 包括像孔雀东南飞也是这样 孔雀东南飞我们读到后来 当然是非常感人 最后他这个徘徊停数下 自挂东南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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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仲青自己最后自杀了 自杀了 就自己挂 然后两架球合葬 合葬华山旁 东西直松柏 左右直梧桐 知之相覆盖 夜夜相交通 这个 终有双飞鸟 自鸣为鸳鸯 养头相向鸣 夜夜达五根 就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枝叶松柏和梧桐种起来 然后这个枝叶交融在一起 然后上面有这个鸟在那叫 互相之间 鸣鹤 这个 这个情景觉得 好像觉得很美 是吧 但是你看看 这个实际上是很普遍 很多啊 这个所谓这个合起来 在地愿为连理之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之 合起来 你看那个 当时那个叫什么 就是《收成记》里边 那个《寒平夫妇》 那个故事也是 最后也是树枝交织在一起 就生前两个人是不能在一起 最后那个枝叶交织在一起 所以你把那些情景 你去读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这些作品 其实它是把很多不同的因素 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所以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 所以民歌的 民间的作品 它的那个里边 是那种表达出来的 那种情节 情境 和它的思想感情 其实是有相当的 套式化的因素的 套式化的因素 不是完全的 这是 这是第三个我想讲的 第四个呢 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 这些乐府民歌的 这种情感的强度 情感的强度 情感的强度 这种情感的强度 实际上和它民间诗歌的 这个特性是相关的 我前面说到过 这个乐府诗 对于生活经验的表现 是非常具体的 这个观念和情感 比较类型化 观念和情感 可能是类型的 就是像前面 我提到的都是这个 这个生活经验的表现具体 观念和情感是类型化 它不是个别性的 不是个别性的 所以我一再说 我之前好像已经说过 那你比如说 这个曹雪芹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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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讲 《红楼梦》讲 这个女的是水做的 男的是土做的 女的就是比男的好 这个 这个就是他 曹雪芹 这个人的想法 这个 这个就是高度个性化 而不是类型化的 对不对 至于说水浒三国 人就是应该忠孝结义 这个 夫妻是 这个 女人是衣服 兄弟是手足 是骨肉 那这个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是普遍的讲法 所以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 所以情感和观念 这种是类型的 但是呢 其实 这种类型 也有它的魅力 我就讲 都要 都要不同的角度去看 这种类型化的情感 我们觉得好像 这种一种想法 一种类型 一种情感 一种观念 它是一种类型化的 好像就是不好的 好像就是没有个性 这个其实不一定是对的 就是类型化的情感和观念 也可以是有力量的 它和后代那种个性的 突出的那些诗是不同的 但是它也是有魅力的 值得体会的 我想这种基本的 因为它涉及到 这种基本的人的情感 情感的态度 这些东西在现代人的心里面 不太容易引起回应 为什么不太引起回应 因为它太基本 大家都经历过 或深或浅经历过 觉得好像阳光底下 无心事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但实际上是非常有力的 它的力量 其实你要去体会 它的力量 其实不是在于 不是在于 那个情感的婉转曲折 和细致深微 而是对那种最基本的情感 充分的表现 你比如说 《银马长城窟》里面 《银马长城窟》里面 它最后就是那段话 就是客从远方来 青青河畔草 圆圆四远道 远道不可思 树西梦见之 梦见在我旁 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现 辗转不相见 苦上知天风海水 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 谁肯香味言 然后讲客从远方来 为我双鲤鱼 忽而喷鲤鱼 终有此夙书 常贵读夙书 书中尽何如 上言家餐饭 下言长相义 我们都觉得没什么了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是非常之有利的 他最后讲的长相义 最后讲的家餐饭 我用最直白的话来讲 就是说你好好的活 活了以后 你要记得 就是生活和爱 就是这两个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讲的就是说 他这种类型实际上 他是把那些最基本的东西 给你凸显出来 凸显出来 他的力量 就是把握这些最基本的要素 所以他是非常有力量的 非常有力量的 而且就是说 因为他把握了最基本的要素 所以这个岳父诗当中 比如说我讲情诗 那个情诗的基调 它是非常的坦率明朗 是健康 执着 坦率明朗 他没有那种 后来怎么讲 那种太微妙 太婉转的那种东西 他非常的坦白 非常的明朗 比如说我这里 据说是作文君 因为司马相如要另外那个了 所以他就来写的一首 这个当然是后来 托付在他身上的 那个白头银 他后面讲的就是很简单 他那个诗就是 他说这个 爱如山上学 交如云间月 文君有两亿 故来相绝绝 他来的就是说 你要找 好 我来跟你说明白 就是这次 我就跟你分了 所以这样的话很多 那个像前面讲的 有所思也是那个 他最后也是那个 文君有他心 拉扎吹烧之 您说我就把这个毁了 我也不要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 这种简单明朗 其实我们现在不太 好像不太能够理解 但是我想 他实际上处理的是 最基本的那些感情的要素 最基本的感情要素 他表达的非常充分 他的力量其实在这个地方 所以月辅师的力量在这里 那下一次我们要讲这个古诗 像古诗 就是古诗师流手 包括在里面 像古诗师流手里面 他其实也是这样 他的力量就表现在这个地方 他跟后边 比如说宋诗 唐诗 那个里面是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 我说宋诗